你捏一歪形状,对吗?你得充分融化,钢铁充分地融化,这钢水,是吧,啪,对吧,一冷却,突然间一冷却,啪,一把保险 习以为常,我知道,你儿子在西班牙踢球五年了,我觉得深有感触,对吧,其实我坦白说呢,就是我很羡慕现在能带孩子出去踢球的家长 就是至少呢,你们每天能够感受到这个先进足球国家的这种足球的文化和氛围,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呢,我也向你们充分地表示敬意,因为你们抛家舍业,祸了干,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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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算的这种决心 其实是挺难得的,这是第二点,第三一点呢,我想说的是呢,其实呢,成功的路呢,不止一条 那刘洋也可能是一条,刘首也可能是一条 因为就像郑志去英超,并不是从小在英超 孙继海去英超,也不是从小在英超,即便是吴磊从小也是在崇明岛,而不是在巴塞罗那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在中国的发展,不见得就一定就比在西班牙差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你需要有每年有一定的接触 在这个接触过程当中,去完成一个比较,分析,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对标的过程 啊,中国有很多十四五的,非常优秀的蓝球苗子去了美国 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你呢,融到了一个环境里边,是最好的 因为有一点,就是当你触摸到西班牙足球的真谛的时候 其实你同样面对着比你在国内大十倍,甚至二十倍的竞争 我说的对吗?好,那么你有,如果你有能力应付这个竞争,你没问题 但大多数的中国孩子其实没有能力应付这种竞争 你现在打几级联赛,告诉我 如果你孩子到了十二十三,还打二级三级联赛,其实很难了 但你说我将来就想回国,就想回国提 那其实,那你何必还出去呢? 对吧,我今天看了有一个零七的孩子 他在打优选联赛,四级联赛,零七年的 那么我可以百分之一万的讲 虽然说有瓦尔迪这样的大气晚成的人 但是我告诉你,就如果你零七年,优十六了,在欧洲 优十六或者优十五,你还打四级联赛 那你前面有多少人? 非常难了 所以你一个孩子,如果你每天在四级联赛 踢,你就是场场助攻进球 那他其实心里清楚 他踢的是什么水平的联赛 他知道在这块土地上,你一个四级联赛 如果实现逆袭 不是所有的屌丝都能逆袭 绝大多数的屌丝,最后就是屌丝 那么,他的信心真的有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啊 我说的不是说出去的孩子就都不行 但是,你要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很重要 对吧,因人而异很重要 就咱们也有些影星登陆过好莱坞 去了不也就回来吗 对吧 是吧,咱们有那么多人 优秀的这个学生 到美国去读硕士 MBA什么博士 最后不也就读回来了 是吗? 学费花了二三百万 然后现在工资一万二 不也是有吗? 比比皆是 所以这个东西不好说 不能一概而论 对吧 当年日本也有十一万两千人 去巴西学球 我就问你一万两千人里面出了谁了 一万两千人 日本小孩去巴西学足球 九十年代 你告诉我哪个日本国脚 是当年的一万两千人里面的 所以呢 文化环境固然重要 但是其实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 所以因人而异 各有好处 但是这种交流和这种 我为什么 我现在人不在西班牙 但是我每周我都看比赛 因为我去过西班牙 首先我能想象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第二 我随时看他的比赛 我有这能力 我看比赛 我就能看出训练来 你说你吹的吧 不要 有人一耗卖 就知道你怀没怀孕 对吗 你耗呢 你能耗 你能耗出来吗 你耗不出来 因为你不是老中医 对吧 有的老农一看天 晚上日薄西山 啪一看天 一看云 明天青天 你能看出来吗 你得查手机 天气预报 这就是差异 人和人是有差异的 要不怎么说 我是卓小将的主教练 你不是呢 就是有差异 这得接受 是吧 是不得接受差异啊 所以呢 我捕捉他最新的比赛 巴萨09 你看我这 你看我这网盘里面 我跟你吹呢 看没有 看见了吗 黄马09 看见了吗 看见没有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没吹吧 没吹牛逼吧 没有吧 是不没有 真子一拍 所以呢 我们是这样啊 就中国人 中国小孩啊 是非常特别的 中国小孩呢 你让他全回归家庭 不行 但是你要他全 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也够强 就中国孩子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婴国家 你甭说孩子 三四十的 其实都是巨婴 所以中国孩子 其实他的发展是非常 就是得精心呵护 你哪点稍微一不注意 就跑偏 就我们的 我们的孩子的成长 和我们球队踢球 是一样的 容错率非常低 容错率非常低 这就是一个特殊现象 冷了不行 热了也不行 吃饱了不行 太饿了也不行 说没有压力不行 压力一大崩了 也不行 你要是想上导的 就联系问一下灰子 你私信发一下灰子 好吧 你如果 你说原来是 我们中国人喜欢走极端 我们喜欢走极端 什么叫走极端呢 三级中 脱离社会 脱离家庭 脱离教育 三级中 玩了一段 说不行 这东西不行啊 这东西不行 回归家庭 又彻底又回归家庭了 那体教结合 回归家庭 但这个其实都不对 因为 你要是兴趣班 也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竞技 一定是要取其 就是 既有 这个 专业训练的那种 严格刻骨 和自立自强 然后又有人文关怀 说你一个 天天 爸爸妈妈 这踢不了球 吹呢 踢不了 但是你整天 给弄得像 像那个 那个什么似的 像神经病似的 天天给关 关在一个足校里边 关在一个踢队里边 好几年 也不行 完了 人完了 会踢球 但是人不行 所以中庸之道 中国人做事 不能走极端 走极端 最后的结果 都非常混乱 但是我们又特别 爱走极端 赢了 这民族英雄 输了 狗熊 赢了牛 输了啥 就这样 结果 当当当当当 就这样 然后一会儿就反转 你看看网上什么事 开始 啊 真相一出来 哦 反转了 反转了 这帮人呢 不承认 走了 没人 没人 走了 奔下一个点去 其实呢 中国人就中庸之道 就是你去找这个平衡 事业和家庭的平衡 是吧 物质和理想的平衡 自我和团队的平衡 我们找不着 我们要不然就牺牲了 纯牺牲 集体主义 为集体主义而牺牲 没有自我 要不然就把自己放在集体之上 永远找不到这个平衡 我们就是要防守 就他们没有进攻 要进攻就没防守 对吗 你仔细想想 咱们是不是这个文化 就这样 就忽悠忽悠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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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一想 我们的思维 和我们身边的人和事 你看对一个事物的看法 对一个什么事情的参与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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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卒四年 不是十六年 赢不了亚洲倍 对日本四连败 什么什么朝鲜野书 无人问军 无人问军呢 都不知道存在 棒 来呀 亚洲倍冠军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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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这都来了 是吧 回的飞机 他们的都直播 回国的飞机 现在已经到了 我们的新疆上空 马上就要着陆了 朋友们 这 央视 采访 我等冬奥会一起来 呼 古爱玲 就来了 王蒙 女卒那边 先等会儿 没那么多精力了 你们先聊吧 后来再怎么聊 没了 呼 到这边 冬奥会 冬奥会一会儿 古爱玲 一会儿 什么小菜 小学院 完了 就等一六够 完了 冰堆追 冰堆追 冰堆追啊 冰堆追 冰堆追 王府警 王府警啊 早上九点开门 头天晚上十点 都排队 排队 干嘛 等一宿 北清零下 七不渡 等一宿买冰堆追 我也免不了诉 我小规定 说冰堆追 我也通过 排队 买了一个冰堆追 这也就一个礼拜吧 现在冰堆追 在我们家床底下 和 小北极熊 小老虎 还有一条蛇 还有一个 为你 在一起 在一起 现在就 床底下 那现在呢 就有一些人就出了 说 赶紧找出国 我个人觉得 是这样 你专注于你自己的进步 出国 很有必要 但是要有一个好的时机 有时候 我从出去 我从底下开始打拼 你打什么拼 你没那个能力 你当底下打拼 你看美国八十年代刷饭馆 刷盘子的 你最后就能刷成什么呢 也没刷出来 但是有一般的就一般有出国的人不愿意说自己出去不好 所以你记着 有时候听话听音 这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因为你走 已经走出去了 就跟有些人去竹校的 他也不会说在竹校不好 因为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他只能说好 你明白吗 他只能说好 对吧 但你要是来小将的 你要说不好 你可以走 我们这儿可以走吧 门没合同 你不知道吧 你不知道小将可以走吗 不知道吧 真不知道啊 你去问问 其实呢 就是绝对实力 这个人的绝对能力 是很重要 就你的成长和进步 是很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你最终其实你还是什么 足球他最后还靠实力说法 还得靠实力 就你个体还是靠能力 不是说你在哪儿长的 你在哪儿长的都没问题 对吧 英雄摸摸出处 你有没有那能力很重要 有同学说当初不爱骂我 后悔了 真无所谓 我们被接 我持续了几个月的网报 骂我 但是我知道 你听我说 就是我有时候非常关注 谁在骂我 你明白吗 如果竹小将的家长在骂我 那我就 我就知道我完了 我就 他是死了就完了 射死完蛋 明白了吗 如果是真正的大家 真正的有思想有文化的人骂我 而不是那些蹭流量的 而一盘不明 灌瓶灌 更别说就中国球迷了 哎呀 中国这个球迷 说有就有 说没就没 明白了吗 我只在意 如果说我爹我妈 对不对 我老婆我家孩子 我竹小将的 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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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孩子家长 班尼什么灰子 什么乌尔肯 这些人骂我 那我就死了 我就知道我完了 至于说别人 他也不认识我 他骂我就骂他 因为他怎么能理解我呢 燕雀骂红狐 这不很正常吗 对不对 酱鸡什么时候还有货 你看这哥们 你看 这哥们是人间清醒 我就这么聊 聊到热血沸腾了 已经聊到灵魂了 对不对 这哥们坚定的认为 这些跟他无关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im he only concern about the chicken 他只是关心这个鸡 所以他顽强的 打出了一行字 说酱鸡什么时候有 这种人生态度 他妈太棒了 不畏所动 他妈说你什么说什么呢 什么足球 跟我有什么毛关系啊 我就关心酱鸡 我只关心 什么时候有酱鸡 我不关心 中共足球 什么时候能上去 跟我有关系吗 谁的鸡谁招 你看这人正好 灰子 送他一只鸡 就刚才这哥们 不 什么时候有 什么时候送他 马上跟他联系 就这哥们 就是世人皆罪 独醒的那哥们 就是我送他 一只酱鸡 好吗 你看他说谢谢 你看没有 又懂礼貌 而且他说 谢谢就代表 哥们说好 说话就算数 不能再变了 谢谢 你看 这哥们有智慧 又礼貌 然后又说 拉钩上将 一百年不再变 厉害 你看一没有 马上是一点半了 咱们怎么着 要休息一会儿 因为四点钟 我还得上岛 曼联队马静 我在岛上 跟大家一起看 我想说的是 第一 就是 你们大家在看待足球 你们呢 这个网上啊 鱼龙混杂 有几个人 你是可以听的 表人说 我 你可以听一听 还有 就是技战术分析的 有一个姓贾的 贾天宁 你可以听一听 还有一个足球十三香 那哥们 穿着对筋 我不认识啊 你可以听一听 就这几个 你先听一听 这是第一个 说他们我都不认识 我都不喜欢你们 好没关系 好 你呢 你看 凡是大多数有意见的 就是大多数意见趋同 就你看网络上留言 到处都是 那么我告诉你 你尽量的谨慎 因为这些人呢 他基本上是搅烂梗的人 并且是带节奏的 他为的是流量 就是 就是就是这些 这个这个所谓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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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抖音的这些账号 他有的是为了流量 因为有流量 他有钱 他有可能挣钱 还有一些人呢 这些人呢 他不爱足球 他只是在传播烂梗 他的目的就是 他到所有聊足球的地方 他把他这个烂梗 打上之后 他就可能会有500多的赞 他的人生 仿佛搭到了高潮 他的人生的最高潮 就是在抖音的一条 视频下面 他得到了一个热评 有五六百个赞 他是为这个 他不是为了足球 所以你记着 凡是这种高度一致 高度统一 尤其在抖音这个平台上 高度统一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人大多数是 没有认知的人 你承认吗 如果你这个都不承认 那你就不客观 因为有认知的人 基本上不愿意表达 他不愿意留言 我没见哪个博士 天天在抖音上留言 或者哪个硕士 或者是哪个行业里边 真正有点建树的人 没事在抖音上去发留言 完了点赞 他数 你觉得是吗 那不可能 别人我不了解 我不是说就这几个 我只是把我相对了解的人 说出来 也可能也有很多不错的 我只是说 就说还有一点的 你记着 评论足球其实并不难 并不难 但是评论足球 评好了又很难 为什么呢 他要实践 他没实践 他永远平不到根上 如果我不做清训 如果我不是带队 包括训练 包括指挥比赛 包括出国 打了那么多比赛 我告诉你 我说话你也别信 我说话你也别信 我帮你分析 主教练的思想 思维心理 你不要信 但是我做了之后 你要信 但是前提 你要信我的人品 你要认为 我收了李铁的钱 你要认为 我收了无锡的钱 你要认为 我收了程序员的钱 你要是认为说 我只要是 感觉上跟老百姓不一样 你就认为 我是收别人钱了 来洗地了 来充值了 那我说什么都没有用 那咱们就不是一路人 那咱们就挥挥手 说再见吧 人为什么 不同的观点 要往一起凑呢 没有那个必要 你也没有必要骂我 我也没必要罢你 因为有那么多人 在支持你的观点 你就去跟他们一块 就happy就行了 对吗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 中国足球很烂 但中国足球再烂 它是个专业 知道吧 就中国足球再烂 也不是说轻易 是个人都能搞懂 如果是个人都能搞懂 中国足球不至于这样 另外一个 中国没有足球文化 中国也没有成熟的 真正的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 探讨问题的氛围和习惯 在网上只有骂 网上根本不是讲理的地方 没有人跟你讲理 因为都他非理性 讲什么理 对吗 所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关于足球的绝大多数的探讨 是扯王独的 绝大多数对于足球的认识 是拉库斗的 知道吗 这就是我为什么 我创立了高学历论坛 我又现在在做着海外清学论坛 接下来我要争取 发动一场中国足球的技战术论坛 我们得先普及知识 认知 就跟建国之后 我们先做的是有三年去办十字班 很多的解放军的战士 到农村去弄个小黑板 拿个粉笔开始交字 这是我们的祖国人民祖国爸爸妈妈 这么交字 因为他只有认字 他才能够去阅读 对吧 他才能阅读 他阅读他才能够掌握知识 他有文化 知道吗 建国五六十年代 说这年轻人好 有文化 这都夸人了 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文化 那么其实现在呢 我们不再提 说这个人有没有文化 但我告诉你 绝大多数人没有文化 你看互联网上 中国十二亿有互联网 就多少十亿网民 你想想 你说 如果我们被网络上的一些 所谓的 众人呼声 所左右 那很可怕 那就证明了 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明白人 怎么可能呢 你琢磨琢磨 说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明白人 你信吗 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有认知的人 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理性的人 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客观观点的人 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 中国绝大多数人有思辨能力的人 你信吗 你信吗 你不信 不可能 你照着镜子问问你自己 你也会回答不可能 你就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你不是你今天 对吗 朋友们 所以但是你有时候会有错觉 人是有错觉的 因为这么多人都跟我一块 干一下事 骂牙的 这个不对 甲球 黑少 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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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人 堵 堵 那你会觉得 哎呦 我正义 功力 然后我就转油 同仇敌开 同仇共进 同风雨 同仇 你会觉得 但其实你错了 越是这样 你应该越警醒 我 不对吧 就是我在这个 这么多人 跟我在一块 我跟这么多人 完了 我们 我们 可怕 可怕 乌合之重啊 乌合之重 哎 你不觉得可怕吗 所以当时我记得 关于国家队的技战术 关于规划球员的身体的情况 关于技战术的打法 当我一看 我的观点和绝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踏实了 我知道我第一 我会被骂 但是我知道 我一定要接近正确 因为你很简单 这么多人 如果看法 对中国足球 对足球的技战术 攻防 指挥 换人 球员的状态 如果他们都对 如果这么多人 的看法都对 并且都超过我 中国的足球 会是现在这样吗 会吗 你信心 你反向思维 你反向思维 所以 你比如说 就是 我看巴萨的录像 黄马录像 我就能看出他怎么训练的 那这个能力 一般人不具备 不具备 那么 我带队打过几百场比赛 压力很大 我在国外 我打拉马西亚 打黄马 之前 我就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害怕 被打花 我倒不怕输 我怕输太惨 压力很大 未知啊 未知产生恐惧 兄弟 你知道吗 当我第一次打巴萨 孩子们在那准备入场 我就站在旁边 我看着 他妈 两米开外的 这些组客什么的 巴萨对挥 把那把职业范儿 像金头发 咔咔咔 我都又渗透 我都渗透 我都难以置信 I can't not be I can't unbelievable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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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中国 一堆孩子 往我到欧洲 万里去 往旁边 巴萨 拉马西亚 职业体队 我们要踢比赛 unbelievable 我们打黄马 那黄马 那两个队伍要进场之前 我看那球 我一看我们的队长 眼睛都往下看 真害怕 当然打起来可能相对好点 你们没有经历过 不是说你们没经历过 就那些 他妈说足球的 哪个经历过呀 吹牛逼呢 他们没经历过 我对事不对人 我只是说他们没有经历过 所以他们所都是异想 都是跟穷迷没什么区别 他们没有经历过 没有打仗的人 枪异想是什么行李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看电影 去想象 但是跟实际的肯定差很多 你这边有危机 飞机 轰炸机 动机箱 从那边飞过来了 你在这底下看 你手里拿一三八大盖 你什么心理 你知道吗 我只能想象 但我没法清晰描述 因为我没有经历过 只有那些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 他才能知道 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中国 首先要改变 对足球的认知 就现在中国很多球迷 都不知道什么叫 攻守平衡 攻守转换 都不知道 看球就盯着球看 无球跑动 根本看不出来 至于说 阵型都得从解说员来说 他能看着 或者大阵阵 四二 四二 四三 四四二 五四四 整天就 用个软件 我的最佳阵容是什么 弄得好像跟真的似的 弄个足球经理 玩个游戏 就觉得自己 他们一切就在掌控了 你他们行了 你他们踢球别摆脚 就不错了 真的 你看毛 你看的 就这人 对吧 完了 评论足球 一会儿 富欢 富欢 多累呀 这么跑 一会儿 无稀 海参你吃过吗 国家队说 不要相信科幻片 哎呀 就这些 就这些来来回回呀 哎呀 哇 你说你要说说点新的东西也行 这些烂梗 都已经脚无可脚了 哎呀 赢了赢得不漂亮不行 输 输 没射门不行 输越难不行 赢越难 赢得不多 不行 我就说嘛 能力低 欲望高 牙医中专毕业 两千一百块钱工资 家里边住一核租的 找女朋友 不行 一米六五以下不行 哎呀 这么瘦不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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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鳌 不行 然后家里边 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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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家产 不行 哎呀 研究生 不行 说这个 这长 短头发 不行 得长头发 另外一个穿连衣裙 不行 比基尼 得行 完了 得会做饭 晚上回家 得给洗脚 不行 生孩子 得三 三排以上 不行 大哥 你他妈是谁呀 呼 哎呦 你这不行 那不行 你什么行啊 就中国足球这些德行 还这不行 那不行 少输点完了 中国足球啊 我为什么 我以前呢 充满信心 但是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十二强赛以来呢 我发现呢 就是跟 二十年前 或者三十年前 中国足球 对中国人 对足球的认识 没有进步 没有进步啊 兄弟 所以我立马 我就量了 我就知道 完了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人 对什么是足球 足球的基础的 这些 常识 然后 比赛的战术 实力对比 完了 这个战略战术 选拔球员 用使用球员 所有这些东西的理解 包括对胜负过程的理解 包括自身实力的认识和对对手的了解 所有这些跟二十年前 甚至三十年前 一样 一样 只不过就是因为 二三十年前 网络没有这么发达 所以不是说傻的变多了 而是傻逼有手机了 知道吗 所以你互联网现在怎么傻这么多呀 怎么突然间变这么多呀 不是 一直都有 就以前傻逼没有手机 现在都有 所以我们对足球的认识 我已经形容过 它是原始社会的 就是我们对足球的理解 对世界的理解 就是原始人对生活的理解 就是 有肉吃没有 有果子没有 石头哪儿最尖 就就到这儿为止 就到这儿为止 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文明 咱们今天晚上呢 开个晚会 或者奴隶社会 是吧 封建社会 什么奴隶制 奴隶主 一块点个火 一块 没有文化 就是 明天吃什么 吃什么 你这还有肉吗 我这肉有点臭 没事 咱们原始人吃可以臭 果子呢 果子有什么 水有 好 兽皮 这石头 你做大石头 你这石头能砸死什么 我这能砸死 砸死你 我这个石头能砸 你呢 好 睡吧 早点睡吧 好 睡了 睡了 就我们对足球 就这些 现在还 就在这些问题上 来回回的 明白吗 这就是我们 我们 我们足球就到这儿 这个很正常 就像你说 你说你说 你说在非洲 坦三尼亚 说坦三尼亚对 对麻将的理解 是什么 原始人 诶 标准八尼亚对 围 。。。 。。。。。 。。。 干净得 什么时候把墙推了 行了兄弟 我先把你推出外面 别在这扯帮不干了 走走走 这夹带私货的 我先把你推走 马赛回旋还是不错 好了两点了 咱们就到这了 然后我睡会儿 睡会儿三点半 咱们上到曼联对马静 有的时候是这样 当我看曼联和马静的时候 我就是从原始社会 有一个失望隧道 我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我去探究一下 欣赏一下 热爱的足球 跟我没关系 谁赢都无所谓 我也不是哪队球迷 但是足球给我的享受 让我能够感受到那种愉悦 真的是 我爱足球 但我热爱他呢 我也愿意去研究他 并且我也在从事他 这是跟绝大多数人最大的区别 我是真的热爱 并且我愿意研究他 我琢磨 我花时间 花精力 我琢磨他 并且我在时间 我每天都在球场面 我不管我将来能做成什么样 我努力过 我为中国足球 做过一点小小的贡献 至少 在过去的四到五年的 中国轻讯的版图上 我所创立的中国足球小将 有一号 好吧 我们走过世界 我们也迎变中国 当然 明天 依然是新的挑战 但是我有一个 小小的目标 我能赢的 我还要赢 除非有一天 我赢不了 只要我有能力赢的 甭管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 我都要赢他 再见